等一下 包子拿下来 去吧 谢谢小楼总 助理 喂 助理 放下手上工作来找我一趟 速度 江湖救急啊 海妹 欢迎大家来到 月月举播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海妹 今天是我们的电庆活动 给大家带来了 非常多的衣服 怎么不接电话呢 这 这 这可怎么整啊 安安 赶紧把干净衣服换上 太感谢你了 我刚才还给我闺蜜打电话 让她给我送衣服呢 不用谢我 是楼总的意思 还有她说 方案那边你不用担心了 等她看完导演资料再说 赶紧换吧 有事叫我啊 谢谢啊 拜拜 哎 这边 来来来来 快坐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刚刚在拍摄 没看到手机 没事儿 我特意给你点了 你最爱吃的烤鱼 快 来尝尝 还是你了解我 活过来 活过来 你这裙子也太好看了吧 是相当安心款 我在上场见过大几天呢 你现在思路就对了 职场嘛 就得这样 买几条像样拿出手的衣服 你之前那些衣服啊 没法看 这不是我的衣服 就是淘雅的裙子 你现在已经穷到 偷别人衣服穿了 什么样的 今天 是我当客服以来 最丢人的一天 是 我来那姨妈 弄到裤子上去 被楼总看到了 这有啥的 她要是不帮你 她说明她人品不行 她还挺贴心的 还给你卸裙子 在我这儿真假风 不然呢 让我学洒 甲方公司嘛 再说了 她只是做了一个 正常人都会做的反应 可是我却没有做好一个 合格一方该做的 今天我连吹彩虹屁 都吹得不睡 小老总 嗯 这几天不见 和螃蟹的技术 有很大长进 这不是上次 跟你吃螃蟹丢人了吗 回去我就把 所有吃螃蟹的方法 都选了一遍 其实啊 努力提升自己 确实很好 不过一个真正 喜欢你的人啊 无论你什么样子 都会选择你 而且也会陪着你 一起进步 嗯 老柯他们就是扎人 哦 对 混蛋 混蛋玩意儿 你再可怜呢 白雪公主 你要卫生巾吗 现在 蛮的 看来你也不需要 小姑娘 我看你才华横溢 骨骼倾起 要不要做白雪公主的 小矮人呢 这是我的名片 你有病吗 一起去打败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 嗯 嗯 嗯 小姑娘 替你曲折不可留 一定要努力向前看 所以啊 凡事都有好的那一面 所以说你留在巴尔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想要去报恩 嗯 应该是有 但现在又觉得 比起和其他公司的 职员们在一起 我更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嗯 也许工作会做得 没有那么顺利 会很艰难 但是我相信 要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会一起变得更好的 我也相信 你一定可以 嗯